1949年9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审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,加快了将革命进行道路的步伐。 第三野战军挥出江南营马之干,以横扫之势直逼沿海。 蒋介石在仓皇之下,外逃台湾,解放军进入福建后,更是势如破竹,短短两天时间就拿下了厦门,国民党厦门指挥关汤欧国,带领残部退守金梅。 当时李云龙富商出狱和妻子田玉也仅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。 他一听说自己所属的兵团已经逼近厦门,厦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。 作为市长的李云龙,连新婚妻子都顾不上,就急着往部队赶路,因为他相信,这大概是解放前自己的最后余仗了。 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厦门兵团指挥部,政治部留主任告诉他,福州战役和张夏战役都刚刚结束,京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。 而且李云龙的诗已经在联合口集结,准备参加越海登陆战。 当时李云龙一听就急了,扭头就要去追赶自己的部队。